她上來你家不代表願意性行為 她當時沒有很反抗 不讓我脫衣服 那最後有沒有脫衣服 也有的 但不是她自己 我幫她 歡迎收看港男講座 我是Hanky Hello 我是Maya 今天我們有個阿聰 我們都是用假名的 因為她懷疑自己強了一個女生 她還懷疑 因為她也不肯定叫她自己說 發生什麼事 我就叫了一個女生去家 想你坐下打遊戲 成都老師 我們就親熱 我們之後就發生了關係 之後就洗澡 在我洗澡的時候 我聽到門口關了門 她就走了 你們是不是情侶來 曖昧關係 對方是否承認一個曖昧關係 還是你自己一廂情願曖昧的 她沒有否認 那之後她就 所有事情都 鎖了我 再找她不到 那是不是 我那天這個行為有錯呢 你說自己懷疑強了她 那你的懷疑在哪裡呢 是否做了一些有類似的動作呢 即是在我們親熱期間 看到她的表情好像有點怪 你有沒有用暴力 我沒有的 即是你親熱的時候 那一定要用力的 只是用了點力 你們是沒有喝酒的 大家的意識是清醒的 都有喝少許的 喝了幾罐給你走 好 你是會想跟這個女生 拍拖的是不是 是 但是我因為 我表明過心跡的 我們都已經緩慢了很久 沒有太說明的 其實都知道大家的關係 要不然她都不會 自己上來我家了 她上來你家不代表願意 性行為 她當時沒有很反抗 沒有說說出口 你懷疑強了她 那一定是有一些 不是那麼合理的地方 例如 你剛才說了其中的可能性 就是她說NO 但是沒有明言說說NO 那行為 例如她是有 曾經推開過你 好像不讓我脫衣服 那最後有沒有脫衣服 也有的 但是不是她自己 我幫她 這個字眼 很敏感 因為用這個字眼 她是刑事罪 一女生Block了她 她想道歉 或者想搞錯那件事 她都不行 你是不是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聯絡到她 沒有 因為其實我 IG也試過 Facebook也試過 其實我也想問她 是不是那天錯了 所以就令到我有這個想法 即是你那天都沒有 遇到這個問題 你是過了 找不到她 才懷疑自己 咦 我是不是那天做了這個行為 令她討厭我 令她生氣我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那男生是不是真的 會強咀人自己也不知道 那個女生 都應該要清晰一點去表達 首先 這件事若然是很嚴重的行為 但是若果不是的時候 可能她覺得這個行為原來是不對的 不應該發生的 她接受不了 即破壞了大家生活中的印象 又沒有明確到那個關係 而突然間這樣 我又不知道 我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可以跟你展開這個這麼親密的關係 可能有性格的原因 又不敢說 衍生了這個情形出現了 我不是說你一定是 例如我不懂法律 但是呢 我凡夫俗子去理解這件事 都有不同的程度 即是去天橋看 撿一條女兒 偶埋在牆邊 那個人是很惡劣 我真的完全不可以原諒她 或者她也跟我親嘴嘴 或者有些愛苦的一個女生 但是我不知道 未能夠接受到 那我就想了她 那個惡劣性又沒有那麼強烈 可能我沒有那麼了解女士的看法 或者那個反應 我是很難解釋 那問她清楚 我都很迷惑 我們兩個 甚至觀眾 可能大家也很難說任何的話 因為如果她很害怕你 其實你找她 她只會害怕你 那你這個找她的心態就是不好 是因為她迷惘 她不知道怎樣處理的時候 你去找她 想跟她一起去面對這件事 或者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那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這個行為已經做了 都不能夠回頭 因為我這樣聽你說是 始終女生不是完全願意 其實很可憐 自己這時候想起 可能是很顧她感受的 跟她說對不起 絕都沒有機會 給我反省的機會 都不給 有很多東西 即是三思以後 當然很希望你跟那個女生 能夠溝通到 最怪的打算就是 如果是她如你所說 她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真的挺麻煩 因為這些感覺 有一點主觀 我覺得是不太強 我覺得是 你也很難說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說 其實我們都不可以 這麼多的發表 希望她不是這樣想 大家也應該吸收一下教訓 灰色的話就不要亂做 無論有沒有刑事 民事訴訟 都好 深切地反正 最低限度 我不跟你道不道得 淪不淪 你犯不犯不犯 起碼她不會舒服 你這樣跟在我身上 搶東西有多大分別呢 你搶走我的快樂 我不快樂的那一刻 但無論如何 她怎麼想都好 道歉是第一件事 原來真的有一個傷害 真的沒用 道歉沒有不作用 你帶上來 我們都 多謝你分享了這件事 都是一個警惕 就讓所有觀眾知道 我們更加不可以說 對還是不對 或者我建議你應該要怎麼做 沒有 只能夠說 希望日後可以 吸收教訓 懂得怎樣做一個好的男生 尊重 尊重女生 尊重別人 我希望她會聽到這集 謝謝你 再見 這件事永遠都錯了 對女生來說 永遠都會不可磨滅 和不可忘記一個創傷 不會有一天是痊癒的 即使女生沒有提出起訴 似乎那個女生都受了 受了這個痛苦 受了一些不開心 這樣才走了 我跟你沒有任何關係 你這樣做這個原因 完全是沒有人可以接受 是否代表我跟你是情侶關係 或者我是你太太 你這樣對我我就可以 你都不是 真的一個身體的意願 和精神的意願 無論身體還是心靈 都應該要尊重對方 是啊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服務的買賣 服務買賣我都可以不賣給你 是啊 你不能夠因為用那個關係 就要去強行有親熱 所以我告訴大家親密的行為 不是單方面你要就要 然後對方就要配合你 都希望女生可以 清楚一點去表達自己的意願 這個是保護自己 保障自己的意見 剛才這個案子 如果男生沒有說謊的話 可能女生明言說或者叫不好 或者可能會停手 我都當男生說的是事實的傳播 他只是表情有點奇怪 其實那一刻都應該要停的 只要你絲毫察覺都有一個 男生怎樣都要負上那個責任 大家可以留言 因為這個未必發生在每一個女士身上 但是被人少少賤便宜或者強行來 或者是非禮 今集我又不是這樣非禮 但是你看到別人有這樣的行為 做在一個女生身上 其實你作為旁人都應該出生 都應該去幫幫她 女生未必一個人夠膽 或者是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有人幫我講話的時候 幫到她 對呀 大家都留下留言 分享一個訊息 讓大家知道 怎樣去為對方想多一步 做多一步 喜歡我們的影片 麻煩你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開啟小鈴 今天可以收到我最新的通知 沒有錯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like我們的Facebook 好 下次再見 掰掰